刚才我们的教导问我 为什么喜欢蓝紫色 其实我说我没有说 我特别喜欢蓝紫色 那你为什么把蓝紫色 单独拿出来来做育种 其实不是 是我们蓝紫色在月季里面 月季它里面是没有蓝色基因的 红白黄粉 对月季来说 青色鼠小儿科便利都是 然后这种淡雅的 蓝紫色的它是没有的 经过多代的育种者的努力 终于把我们一些色彩组合 组合出来 偏向蓝紫色的 其实它更偏向蓝紫色 然后这样在里面提起来 偏清冷一点的 但其实它的基因里面 它并不是蓝紫色的 培育出来这样的月季 它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 以日本的育种家 为主要培育的这种蓝紫色的月季 日本培育的月季 往往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早期的我们蓝紫色的 到目前为止 色彩上没有超越的钻蓝 而真的弱了八几的 一般人真的养不了 而且花其实就只是个色彩 其他是比较臭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偏蓝的 叫青龙 长得是挺快的 但是叶子很容易 花这一棵三不二叶子 全部掉的 特别不好养 特别不抗病 其实等等 日系的其实还有很多的蓝紫色 那么其实这些蓝紫色 它有一个共性就是 长得特别弱 不是那么强壮 第二个种植过程当中 经常会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 没有办法评量种植 而且一般花有养护难度非常高 就算是我认为特别好的 各方面表现都很优秀的 蓝色风貌 但是也是因为那个花 看一晒就没了 这个不是说这个品种不好 在曾经蓝色风貌就是经典 但是现在有更多的蓝紫色 也超越了 那么从那时候开始 我们就萌生一个想法 怎么样能让蓝紫色的月季 品种更丰富 因为那时候的蓝紫色月季 没有包子花形 然后就在想 一个丰富它的花形 第二就是让它更皮实 长得更猛 耐热性更好一点 别被太阳一晒就没了 基于这个初衷 我就开始大量地去培育蓝紫色月季 那么一开始培育也走了很多弯路 其实就是拿日系的蓝紫色 直接相互杂交 像培育出来突破的 走了好几年的弯路 那现实根本就做不出来 因为你杂交出来的 要么小苗的时候就带死不拉火 要么就根本明显就 眼睛看着它就长不起来 还有一些就是 即使长起来花也不行 然后也不耐热 看病心根本不用说了 那最后来 咬牙怎么办 导入其他的血统 导入了长得比较猛 打形灌木的血统 但是这一导就发现 这个就是潘多拉的盒子就打开了 然后你就会发现 对你离的目标 差你十万八千里 蓝紫色本身就是一个 组合起来的颜色 一旦里面加入了其他颜色之后 这个蓝紫色就突硕迷离了 它不像红色的 我用红色的去杂交 后代出现红色概率非常大 我用黄色的 后代最起码 也能看到黄色的影子 只有用蓝紫色的杂交 后代基本上 如果你某某选择不对 基本上看不到 那么看不到怎么办 我们杂交出来 选择长是强壮的 回过头来 再去跟蓝紫色的继续杂交 杂交了两三代之后 总算培育出来了 长得又壮 耐热性又好 然后花还漂亮 颜色还比较稳定的 这样的一些材料 然后我们拿着这些材料 再继续改良蓝紫色 最后来做出来 现阶段这么多蓝紫色 就现在的蓝紫色 在我看来 依然存在很多的劣势 我们依然要去改良它 因为每个品种 都有每个品种的优势 你看我们拿蓝紫色 你说蜻蜓 好不好 挺好的 好不好 还有很大的问题 你看蜻蜓 花形很漂亮 小波浪卷是吧 但是蓝色不够蓝 有香味 花头又多 但是长得实在是太慢了 对吧 加百里蓝色够冷 但是太细了 珠形太散乱了 那然后转蓝色彩足够好 蓝色风貌哪都挺好 就是花不耐散 那么我们要把 这些品种里面的优点提取出来 然后跟我们基础 长得快耐热 这些优点就结合 然后才会有 我们今天各式各样蓝紫色 那么我们蓝紫色的 推程初心 肯定是每年都会有的 然后逐渐把历史以前 那些不好的缺点 逐渐给它完善掉了 你像 大家一直吐槽着 空盟的剃头 是吧 不开 但是空盟的优点 目前其他的 咱们男子车 无法取代 那就空盟短时间内 还不能被淘汰 我只能在空盟的经厂 继续做 颜色要那么漂亮 花形要那么漂亮 耐热要那么耐热 但是春天要能打开 秋天有露水要能开 所以说这个就很难 但是难不能不做 我们就还得继续往前走 继续培育男子色乐器 这就是你问的 为什么要去做这个 因为它被花有关注 在乐器里面它少 越是别人做不出来的 越是少的 越是难的 我们说预动者是干嘛 创新嘛 创新就做别人不做的 做别人没有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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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